在前锋线上还是胡云峰和杜平的搭档 前场任意球 目前表现一直非常冷静的 十号拉迪奥来准备 好的 漂亮 刚刚开场一分半 白特 八号埃孔 埃孔打入一球 一分三十秒 这绝对是一个 拉迪奥现在是非常兴奋 因为刚才他的第一脚助攻就得分了 好的 现在呢 想尽得获得机会 埃孔 就像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么如果你要是八号埃孔 打后腰 六号怀特打前腰 这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讲 任务就明确一些 一个是负责 后方 得势或饶人 一比零领先 还大比压上 这段时间啊 警察队在前场的抢断成功率还是比较 双方这一阶段呢 由于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 互相攻防啊 速度比较快 那这时候呢 双方整个这种平方节奏呢 相对来说要放慢一些 拉迪奥 哎呦 把球传给了怀特 这球 采放根据有力无力 并没有吹 翘晓鸥 好的 开口 相对来讲 在中场的它是一个核心的地位 但是刚才这个 打出的是北京现在队首发上场的队员名单 从刚才这个名单上来看呢 和 上方一开场拼抢的还是十分的激烈 北京现在队首发上场的队员名单 从刚才这个名单上来看呢 和 阿优 阿优拿球之 Icon 对 一旦中场拿球啊 其他队员应该全力的往上跑 形成合围 或者反击 这它在国家队的时候呢 就是国家队的一个 不错的这个进攻的点 看来呢 还对他这个上一轮比赛呢 姚介表现非常出色 开口 看到他就很像 有关 不许没看 手机 你可以这样 这是 不许多的 这 是 不许多的 看到 对 震虫 再加烧 看的 再加烧 似 什么 我只是在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这名球员身材不是很高 但是技术还是比较出众的 而且我和很多金泽队的球员也了解了这名球员 他说确实打得不错 但是从今天到现在为止 他和全队是杀到了门前 而且这两名进攻队员身边都没有防守队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两名盯人中尉 看着他会和声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里都没有防守队员 但是我要防守队员 遏总统应用 無論如何,大家出席 你們就 layer一點點 後面書就是比較中郵魂 都找一次 是 另外一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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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